美国超级财报周启动 花旗银行交易收入比预期差 但是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创新高 美国政府可能最快两周内 让美国企业恢复供货给华为 再加上日海贸易战转单效应 台积电等供应链后市可其吗 股价曾经高达288块 绿能走过数年后将解散 有助于大同改善体质吗 理财APP连线访问万宝投顾朱诚志董上 董上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美国超级财报周尽管花旗最新财报 营收获利优于预期 但交易收入比预期差 但是美股三大指数持续创新高 美股在涨什么 我想美国股市现在绝对在反映一项因素 就是赛的鲍威尔 它的谈话是最重要的 那么所以目前的看法就是看降息降多少 那这个降息的这个力道 它支持了美国包括了道琼 纳斯达克 S&P500这三个都在创历史新高 我觉得短期这个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个别公司的财报 它对于个股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对于这个大盘的节奏 可能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 是 所以联准会主席鲍尔周三将发表谈话 降息的大方向应该是不会改变 对不对 对应该不会改变 因为之前他已经讲过了 应该在国会参议院他所发表的 大概方向都是一致的 是 美国企业最快两周内恢复供货给华为 这对台阶电大力光还有联雅等协力场上帮助有多大呢 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 我们有看它的动机是什么 它最大的动机 其实就是川普总统现在在国内的民调是一路往下走的 是在走低的 所以他很急 所以原本在G20开会的时候 6月28 29 当时就提出来那个 当时所提出来的那个说法叫做暂缓 对华为是暂缓 那现在呢 但是提是提了 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就根本就还没有进行 到现在也还没确定日期 双方就是看 先电话讲了讲好了 才会人碰面 那有关这个部分呢 因为中方跟美方在G20的川习会过后 各自发表的表述不一 那么中方其实很重要的 他要求美方你要把关税回到跟原来一样 第二你要把华为送吧 所以拖了这个两周 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开始出现 这么有可能在未来两周内 他要恢复公料 那这个新闻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 各位可能也值得注意啊 就是川普总统 他打算把他的商务部 这个负责的官员 也要炒掉 也要炒掉 各位就搞懂了吧 原来我们在6月28 29川习会过后 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觉得 这两个人是不是唱黑白脸啊 因为看起来川普想要唱白脸了 以前他都唱黑脸的 但是他那个商务部的这个部长 态度还是很强硬 非常强硬啊 所以你看两个礼拜 川普就忍耐不了了 预备把他这个部长给炒掉了 所以这个新闻 美国松绑华为 他的背后的原动力还是川普 那川普的原动力就是民调很烂 为了选票考量 川普非变不可 所以恢复公货给华为 到底对吉利厂商的帮助有多大 我们另外还要来看一样 就是日韩大打贸易战 我一直认为说三星的7奈米单 可能全部转给台积电 这可能性大吗 这是我们的期盼 但是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可能 但是以我们在旁观者来观察 这个大概是一定是三星 走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 他才做这一步 那我觉得现在他还在挣扎 其实韩国现在的五大财团 包括了三星 现代汽车 SK集团 乐金集团 乐天集团 他们已经都把他们自家的 这个面对的状况 已经切入到做紧急应变的模式 那么我们也估算 日本这一次针对南韩出手 我觉得日本人也是打建招 这个就跟上一次川普 针对中国 他开始用建招一样 他这个建招什么意思 就如同我们好像中国武侠小说所写 就看到武侠片 这个叫点穴 他就是我用了力气就点你一个要害 一点就动不了 让你这个人整个动不了 那现在呢估算日本出口到韩国的三项 就他那三个浮化氢啦 或者是那个很难念的 叫浮聚西亚鞍 或者是光足剂 反正这三个三个重要的化学品呢 总共大概他的出口是大概五亿美金 但是他用这个五亿美金的牺牲打 然后换取到冲击到你南韩半导体 一千亿美元的可能的出口 所以 人小博大 那就非常大嘛 那就是我用五亿美金来拼你的一千亿美金 看你受不了 对南韩来讲 他会刷起来 因为他的股市的结构 南韩都是大财团 我刚刚说的五大财团 总共他影响到的商品啊 他们有统计 大概可能有上一千一百项的产品 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对南韩来讲 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这是国安等级的事情 所以南韩会不会真的被日本逼到走无退路了 他这种那没办法的情况 他真的把这个七奈米的单丢到这个台积电 那种可能性才会发生 如果没有到那一刻 那还不至于 但是如果真的走到这一刻 我看韩国跟日本 可能两边这个火药味上升到这种地步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我觉得 这如同美中贸易战 也是大家看得很激烈很激烈 到最后他还是要有一个暂缓的动作 就是日韩 他双方的最后的 那个点在哪里 我目前是看不到 不过我觉得 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 所以董事长 海基电后天要召开法说会 你看好他第三 第四季的业绩是主计攀升的吗 我看好他的业绩主计攀升 但是我认为他的全年的业绩 没有去年来的好 那么去年他赚13块5毛4 EPS 今年呢 本来我们预估差不多就只有13块出头一点 但是最近 因为国际上又多了很多的新闻出来 我们综合评估啊 我认为可能台积电 今年会在13块的边缘 会小破13块都可能 所以我们内部呢 是把他的EPS是调降了 当然这一切 我们也是在读 他礼拜四法说会 到底状况如何 因为外资圈很紧张 那么外资圈因为压保台积电 压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对他们而言 早就准备了所谓的什么五大问题啊 预备要咨询台积电 而台积电呢 在这一波当中啊 我也必须跟各位讲 最近台积电涨 那是因为投信在买 投信这个月大概买了4700张 这个是慢慢买 几乎可以说每天都买一点买一点 可是内资虽然在买 我相信我们的保险公司政府基金呢 也都买得很高兴 可是我要提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看 也就是说 在这一波行情 真正来讲外资买台积电 只有最近三天 就这三天 他恢复了买超 假如我们回到这三天以前的话 这个月 他是卖超两万张 假如我的统计啊 是从原本的高峰 那时候 今年最高价是270块 我从5月3号 当时台积电 外资持有的高峰 统计到现在的话 其实外资卖掉的数量 还相当不少 那么卖了是数十万张 所以我觉得 这个筹码呢 已经散出来了 那么大家对于台积电的关注度啊 其实是有点神经紧张的 现在就是看 他这次的法说会 到底能不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当然你说美国如果松绑了华为 真的这个事情做的都很顺利的话 对台积电也是加分的 因为台积电今年 他需要新iPhone的CPU的单 这是7奈米的制程 他也同样的需要华为 华为海思相关的 以及还有很多美国企业 给他的相关的供应链 像赛林斯啦等等 相关的他都需要 所以我认为 对台积电这个新闻也是重点 他来看到鸿海啊 郭台铭初选失利 他自己感觉有点失落 不过股价却逆势走高 你觉得这跟郭台铭初选失利有关系吗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市场上 大家会把郭台铭先生 是不是能够赢得国民党 这个总统候选 那个当做他股价的一个参考 但实物面上面来讲 他的股价呢 其实最近我们在反映的是他的业绩 他的业绩是逐渐的在往上 在盘升 并且几乎到下半点 本来就进入他的旺季年 那么大家不要忘了 马上苹果iphone的组装 这也是都是他的手上重要的利器嘛 所以我觉得以业绩面来观察的话 今年他的成长在六月份的时候 已经做到3965亿 他其实是月增3.2% 年也增1.7% 微微的的增加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鸿海的话 我觉得必须要看的是 之前也是外资卖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外资的卖超呢 达到了高峰 那么但是在最近 开始有点卖不太下去了 那外资卖的最高峰的时间 大概就他的谷底区 那时候他最低价 已经都到70.1嘛 70块的边缘 那时候外资光是那一段时间呢 那个月在六月份 他卖超就好几万张 那所以我觉得筹码因素也是一个关键 最近呢外资的卖压已经暂缓 所以他的股价呢 基本上会慢慢的跟着他的业绩走 那另外一个就是靠郭董他自己了 因为媒体也公告了 他总共连续买超他自己的股票八个月 那在八个月前 第一次他买的数量非常的多 那一次是因为他领到了鸿海的股息 那我认为他连续每个月都在买 那他也认为他自己的股价非常的undervalue 因为他的净值现在每一股是91.4 但他的股价那还不到80嘛 所以我觉得只要郭董他持续的买进 也可以稳定一部分买盘的信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了 那个下半年到底景气的辣度会有多辣 反正现在看起来 这跟他选不选总统应该是脱钩的 今天也占据财经新闻版面的是 绿能宣布解散结雇284名员工 绿能15年前成立股价 曾经高达288块 最后还是不得不解散 不止绿能华映也不堪亏损 在五月份下市了 这两家公司去掉之后 大同体质可以比较完善吗 我认为也完善不了 但是呢总是这种叫做面对事实 那因为原本大同在投资几个重大的产业 都是惨败 比方说WIMAX那时候大叔特殊 那个就赔掉了也是十几亿 然后绿能这个产赔 那个数字恐怕就几十亿来估算 那华映拿这个赔是论百亿来估算 所以这几个都已经赔到了 并且没有希望 我们先另外看一个东西 就是各位也了解 我们国家这个在绿能产业 这是政府的五加二产业 这是国家的力气都花进去 要去撑的 但是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啊 我们事实上证明 太阳能这个产业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个整合 但这个整合出来的 这个公司啊 这个三家合起来那家 还加上行政院开发基金 也注入 结果呢 他其中有一个股东啊 就是中美金 中美金前段时间 一直在申报转让 一直在卖啊 卖到几乎快卖光了 并且是赔钱卖 他都在卖啊 这代表这个产业就是 没有发展性嘛 就算三合一 几合一 整合起来 也没有搞头 那你大同集团 以前家大业大 去支持绿能 但是现在你还能怎么支持呢 这个撑不住了 那你这个结束掉 也许是一劳永逸的 是 最后一分钟时间啊 是不是来告诉我们 国民党初选 韩国瑜胜出之后啊 现在距离选举 还有半年的时间 万一行情 可能在选前达正吗 投资的操作策略 我认为现在因为指数 已经到了一万零八百多点 毕竟一万零九百点了 对面对万一点大关呢 非常的逼近 不无可能 那甚至呢 假如到了一万一千点大关 你说这多个九十七点吧 一一零九七是什么呢 是一一零九七 是今年五月三号的时候 台股涨到的位置 当时台股就已经突破过一万一千点 但是问题是 那一次呢 碰到了川普又滑滑推特 他又启动了贸易战 又打华为 结果大家就掉下来了 这一趟呢 看起来又好像崩回路转 搞不好都还能够站上去 但是我必须要说 万一点之上 大家要提高警觉一点 那毕竟之前冲上去都站不太稳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万保投顾朱城志董事长的分析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